在娱乐圈之中,杨颖的漂亮是出了名的,无论是拍杂志还是走红毯,总能够有亮眼的造型,并且极少会出错。 但在拍戏的时候,就有些一言难尽了,她大多数的影视剧作品质量不高,演技方面也备受争议,随着几部剧口碑的持续走低。 近些年,杨颖拍戏的频率也要比前些年低了不少,而就在最近,有网友发现杨颖已经在剧组拍戏,因为是在城市中拍摄,所以过往的路人都能够看到。 同时在剧组的还有年轻演员赖冠林,由此来推测,这部开拍的剧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,之前就透露过两人出演男女主,现在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。 杨颖大波浪卷发,搭配短裙非常清凉,好像是在拍店铺里购买东西的戏份。 赖冠林身穿蓝色衬衣手拿公文包,看样子是上班族的造型,可能是拍摄进度比较感的原因。 杨颖也是更换了多个场地进行拍摄,从烈日炎炎的白天一直拍摄到了晚上,期间还更换了衣服,不过发型并没有什么变化。 这部剧中的杨颖饰演了一个中年女性的角色,和以往的区别比较大,之前她主要是出演一些少女角色,年龄大都是在二十来岁左右,如今杨颖实际年龄已经是三十二岁,可能也是想通过这部剧完成角色转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